五级飓风 奥地斯席卷 墨西哥阿卡普尔科 导致至少27人死 一场人道灾难正在上演 由于当地断粮断水 灾民为了活下去 只能够无奈地洗劫超市 从画面可以看到 灾民到超市抢走大量物品 除了基本粮食 也包括日用品如卫生纸 路透社报道 目前有好几千人 难以获得食物和水 这场飓风在过去星期三 以时速266公里 肆虐这个滨海度假胜地 导致满目疮痍 不少建筑屋顶完全被吹翻 通讯 路面和航空服务中断 预计损失数十亿美元 导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